李静是和我们同龄的这样的持人 基本上看着他的节目 度过了青年时期 他做的很多访谈节目 都是访问一些名人 或者说一些有意思的人 这些人的对话至今在脑子里面 但是最近几年不太看到李静了 他怎么了呢 李静长胖了 一度胖到160斤 想想160斤的中年女人 肯定是不方便示人的了 而李静为了追求自己的事业 坚持节食减肥锻炼 于是现在光彩亮丽的 上到这个屏幕前的时候 他已经骄傲的说 我的这个体重从160斤 减到了一百零几斤 一百零五斤 那真的是太夸张了 一百六减到一百零五 一下减掉五十五斤 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中年人一下减这么多体重的话呢 是有风险的 不过我自己 我也是减肥 减到现在不足一斤 差不多六十公斤 也就一百二十斤 那想当初曾经高达一百六七十斤呢 是花了这么长时间减了四十斤 人家都已经觉得你是不是得了什么病 但是李静呢 那却是很健康的 视之于人 所以也是恭喜成功减肥 对 一百零五天 感谢观看